中国我所才去方 马英九先生 要与火表示理解 想一个生死 难我称你一声 马英九先生 你这个正直台间 曾经鬼伟总统 却没有一点奇迹 曾经手脚于哈佛大修 法修专才 却不明白专制与民居的区别 竟然寻从共产党的说法 把最惨包的专制体制 说成直接民居 要与台湾与世界民居 一臂高低 历经曾称火急能患的我母 为某某先生 那是对全世界 以千万事与温育者的打补金 愣苦无情缺乏悲悯之心 形同挫骨鞭尸 有此推论 为何不能称秦始皇先生 希特勒先生 阿卯阿斗先生 先生者不过造恶升天 他亦与冷格聘质 血温指挥没有关联 在哪里又是把愚冷 也称作先生 三明先生 风雪先生 先生火起炸叶 马英九 一个忽知语取的李求 不甘寂寞的肥敌 曾经以表人才的小马哥 夺落成了保证强权的 马贼 娟客 我想问你 俺中拿了得俺多少盒钱 有打只收了三十个金币 就把耶稣取卖 火汉称一个小手生为先生 难道不是对他的讽刺 从深中山到马英九 真正能无一旦死时日 就会变成一个狭山男